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是我们当下需要做的 那说到这呢 什么食物会堵塞血管呢 第一种就是反噬脂肪 那反噬脂肪其实很好理解 它主要指的是含有反噬脂肪酸的脂肪 然而有的人说餐桌上的反噬脂肪酸就是炸弹 在美国禁用人造反噬脂肪酸 也有相关的研究可以证明呢 反噬脂肪酸会明显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第二类食物呢就是动物内脏 像鸡肝 鸡心 猪肝 猪脑花 羊肺等等 那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高胆固醇 当机体吸收大量的胆固醇之后呢 就会升高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降低血管弹性 加上吸烟 饮酒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机体代谢受到隐障碍 那进而又发了像血管堵塞 硬化 沉积斑块等等这种危险 那第三类食物就是烟熏食物 那我国是地大物博 在饮食上呢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北方人偏爱面食 而南方人呢是以米饭为主 又因为地理的环境呢为了去湿 四川人他更喜欢吃像辣椒啊 烟熏类的食物 那说到这呢我们就会建议 养护血管平时多喝水 稀释血液 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清除血管垃圾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